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彰化县20地区长期缺乏机车路考练习场地,每次考驾照都要跑到数十公里远的北彰化花坛间理所,对诸多商情而言相当不便。 20镇调节委员会委员陈其敏德之后,提供镇有停车场余两万元经费,规划考照练习场地,明年寒假也申请机车下乡考试,方便大家就进练习及考照,不用再受长途跋涉之苦。 立委红综艺说,张化监理站为了避免张南地区考生周车劳顿,多会举办偏乡考照,可是20地区贵位西南角大镇却没考照跟练习场所,因此积极寻找适合场地,终于在热心人士赞助下,提供振兴路68向旁停车场华舍练习场,近日已经完工。 红综艺说,现在有了场地就能进行下乡考照,预计明年1月30日,监理站将首度在20地区举办机车考照业务,欢迎乡亲先来新场地练习,有力考照顺利。